今天是2021的最後一天 那燙叔叔要去 決定要 來 慶祝2021年 然後去爬後山 然後今天會爬 爬到谷底吧 我會試著 這麼做 然後 你們沒有感覺很安靜 對 狗狗回家了 所以現在狗狗不在了 今天簡單就帶個一個水壺 水袋 然後穿個鞋子 等一下去基地 拿著手套 帶著開山道 就可以出花了 好 我們出花囉 三個禮拜前 有把這一堆 這堆木材 本來堆得很高 我就把它往這橋下面塞 把它塞滿 所以讓這整個橋 結構性上會比較強 萬一幾年後上面塌下來的時候 也會有 也會有 東西 擋著它 不會整個崩下來 好 那 我的計畫是 以後 慢慢的再填 把這都填滿 變成一個 一個 比較強壯的那個 那個 結構 那這邊都剩下比較細的 樹枝 也許 久了以後 樹葉掉上去 開始浮爛 這邊就變成土了 這樣子 好 繼續走向 後山 這顆是怎麼 怎麼搞的 連根 被連根拔起 喔 完了 現在過來就是 以前舊的第二個基地 記得嗎 叔叔的這個 第二個帳篷就在放在這裡 我把那個樹幹 立起來 然後 堆了一些石頭在上面 好玩的 然後這個藤條 砍掉之後 流了這個汁出來 好可怕 好 繼續 我的鄰居是說 如果沿著我們兩個 兩個 那個 地的話 沿著這個 這個 泥巴這樣一直走 走下去 到保護區的時候 那裡是有 他說 是可以鑽下去 然後 到保護體那邊 爬山 看看吧 看看吧 結果連續說的沒有錯 傳說中的 柏林鐵絲網漏洞 好現在來去了 這裡 這裡完完全全是 原始森林了 而且 有聽說 有那個山豬 那你們大家 不要以為山豬很可愛 在美國每年 傷害或是殺死 最多人的就是山豬 聽說可以最多可以 一兩百公斤的 而且那個牙齒 是超級超級力的 所以 我又帶著開山道 叔叔現在 身上腺素 上漲了 怕怕的 到處都被 樹枝勾搭 而且要 超級的小聲 免得 打草金蛇 要從哪裡走呢 應該是從這裡 這個有一個小道路 估計是 鐵欄杆還沒做好之前 鄰居下來建造的 這顆石頭 剛好在 叔叔跟鄰居的邊界 之間 林鐵絲網 的那個 逃出口就在那裡 所以我要記得 這顆大石頭 就是我的記號 等一下回來的時候 需要 記住這顆大石頭 要不然會迷路 真的會迷路 這個保護區 可能上百 平方公里吧 叔叔大概 走個 十幾二十步 就需要停下來 聽聽看 有沒有什麼山豬的聲音 有沒有什麼山豬的聲音 因為實在不想碰到 這裡爬山 因為這些樹枝的關係 基本上 走沒幾步就要彎腰下來 所以會消耗很多熱量 應該算是蠻好的運動 叔叔大概 兩個禮拜 十天吧 十天沒有好好的走路 每天都是四五千步而已 有時候還不到 之前在清理後山的時候 每天都一萬五到兩萬步 很好的減肥方式 而且 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 身心都快樂 這裡很漂亮 這裡真的不錯 這裡真的不錯 有沒有什麼山豬啊 這裡 很容易躲山豬的 要小心 尤其是 尤其是如果山豬 尤其是母豬 有小豬的話 更可怕 你只要靠近 稍微靠近他們的範圍 他們就會跟你 翻桌翻臉拼命 就是要你死 這裡很漂亮 剛好一個山谷 地 我保證這裡下雨的時候 下大雨的時候 這裡有個 會有個瀑布 很漂亮的瀑布 有很多落石 基本上 各處落石 比較大的都會滾滾滾滾滾下來 滾到這邊來 你看上面一堆 下面也一堆 你看 沿路都是 這條路我覺得 應該是 這樣走 走過去 到時候回來的時候 就要記得這樣走回來 沿著這裡走 我覺得 這裡都有人走的 平常有人在走 覺得是我鄰居 放的樹枝 你看 他都故意 故意放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是 自然掉下去的 可是你看 這都是指著方向說 他的家 是在這邊 還不會迷路 所以 等一下回來 就跟著他放的這個 路標 因為 這裡這麼空曠 我覺得 一定是有人為的 說不定 說不定 有另外一個 燙叔叔 燙阿伯吧 比我提前 在這裡 探險了 這樣我就有競爭了 這怎麼得了 哇 這裡有一個好很漂亮的地方 有一個小瀑布 那時候 燙叔叔要是 迷路了 找不到 找不到 那個回家的路 就在這裡 哭哭給你們看 哇靠 怎麼辦 等一下 往後看一下 往後看一下 要記得這個 記得這個景 你看 肯定是人造的 一個小路 所以 跟著這條路 就沒錯了 那個樹幹是人家用 鋸子鋸掉的 這裡就越來越 原始了 你看這條小溪 大虧 看到看到 這都是下雨的時候 才會有的 往這邊走吧 走 出花 我剛才真的有聽到 看到 很明顯的是 動物製造出來的 雜音 大概是從那邊過來的 距離大概 50公尺之內 很可怕 很可怕 必須要 準備了 感覺好像在 玩那個 3D遊戲 3D遊戲 不是COD 也不是 不是PUBG PUBG好像沒有在用開山刀 到底是誰 到底是哪裡 靜下來 不要出聲 可能是山豬聽到我的聲音後 嚇跑了 或是他聽到我拔刀的聲音 好 要休息一下 我先用這個 剛剛三角架吧 這個數字 我們就要拔刀 看你 有一個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